各位委员,本院委员,吴玉生等41个人 我们认为虽然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显示 多项犯罪数据发送率在下降 但近日重大治安事件频传多起淫楼的抢案 对话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引发社会舆论担忧 产生统计数据与社会大众观感之间的鸿沟 为拉近此一落差 警政署应该适当调配警力 增加巡逻密度提高见警率 短期之内已受嚇阻歹毒之效 并鉴请行政院敦请马英九总统召开全国治安会议 重新检视我国治安政策 检讨各部会改善治安方案并确立执行策略 以回应民众对社会治安改善之殷切期盼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